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式我妈家舌大家就试得多了 花膠我妈家舌大家有试过吗 今天我就来到这间店 试试不同种类不同地区的花膠 我这个这么贪美的女生 当然不会错过了 讲到花膠这种食材 年轻朋友可能未必了解是什么 其实就是鱼肚里的鱼镖 经过干制而成的一种食材 具有滋阴养颜的功效 拥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易于人体吸收等等的特点备受青睐 而且根据不同鱼类制作出来的花膠 在外形和口感上都会有差异 单体外形真是千奇百怪 什么形状都有 而在当中 怎样分辨一片花膠的好坏 主要是根据它的大小 色责、口度等几方面来判断 大而黄、君而透、没有花心黑点等鱼血 就可以算是一片漂亮的花膠 介绍了这么久,是不是很期待呢 现在马上试试今天的第一道食物 就是这道花膠姜醋 单体和普通的猪脚姜差不多 但店家就花了点心思 用花膠来取代传统的猪脚 可以让客人吃到花膠的口感之余 又不怕有传统猪脚的油腻感 而且花膠还吸收了姜醋的味道 口感超弹之余 姜味又不会太重太辣 味道酸酸甜甜的 就算吃完整条都不客制 相当开胃的 接下来煮食的部分 就会是客制形式上给客人的 厨师一路烹调,一路放入不同食材 让客人吃到不同花膠之余 还可以感受到当中的浓郁之味 说了这么久 第一碗汤头和花膠 老板都已经准备好了 等我立刻给大家试一下 谢谢 刚刚我们吃了姜醋花膠的头盘 现在终于等到我的第一口汤了 别多说,我试一下 这个第一口汤的汤底很丰富 有滑味料 还有马蹄、不害道裸肉 还有不害道圆背 也有花膠和新鲜的椰子一起煮 很清甜 首先是用滑味料 滑味料其实比我们平日吃的鸡的味 是浓很多和甜很多的 我自己吃过,除了肉质比较强滑之外 其实它的鸡味是比较浓的 另外就是因为它是用鲜椰子 鲜椰子的清甜味真是一流 加上花膠和马蹄 入口清甜不得来是有少少胶胶的感觉 在这个季节喝这个汤非常滋阴 喝完汤之后,试一下它里面的材料 刚刚说过这个就是日本的滑味料 虽然它是熬汤做的,但是它的肉一点也不粗 而且还是很单的和很有口感 另外一个主角一定就是这个 大家看一下 多大条花膠 我们吃这个花膠的加上 其实每次都可以吃到不同地区 不同种类的花膠 我今次就吃这个比较季节性 就是这个花膠桶 第一口汤的这个我试的是金龙胶 试试 这个跟我们平日喝的花膠汤 其实如果熬得久的话 其实已经融入了汤 很多时候在我家喝的时候 你不会很吃到究竟花膠的质地是怎样 它的口感是怎样的 但是这里你是真真正正的 它吃到每一种类的花膠 它的口度不同 入口不同 它的层次感都不同 所以真的可以完全吃到 花膠的真材实料 和它们的原汁原味 接下来第二口汤就会加入海鲜 我想一定会有更多的惊喜 来到第二弯了 第二弯就是加入了花膠墨鱼丸 还有加上花竹虾 还有包片在里面 所以这个汤头是比较鲜味的 现在试试 它的味道比刚才更加浓 而且加入了鲜味的时候 比起刚刚喝的是有些椰子的清甜 它现在是两者交融在一起 又是另一种的感觉 而且它的层次感是出了很多 还有我觉得这个 最特别是它有这个花膠墨鱼丸 其实刚才它拿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 哇 为什么它这么足料 你看看 它在360度看 都有满满的花膠在里面 而且它那些墨鱼鱼 它是打到可以看到有些粒粒的 不是打到烂了 试试 它这个墨鱼丸的口感很有趣 花膠咬入口的时候是比较浓身的 然后有些胶质的腌腌 它的木鱼挖 其实它刚刚说有一粒一粒 入口的时候非常之有咬口 还有它这个完全不需要点酱 就已经非常之好吃 而且吃得出是很新鲜 而这个汤里面它的花膠 就和刚才有点不同了 刚才我们吃的就是金龙胶 現在這口湯是老花膠 他們說這時節吃老花膠其實對我們身體比較好 試試跟剛才的有甚麼不同 老花膠的感覺吃入口是爽身些再脆身些 剛才那隻都爽,不過爽中再有少少嚴硬 但這個真的有爽脆的感覺 剛才說過,裡面又加了一些蝦和包片 這些都是老闆精心挑選加入的材料 吃得出它裡面是非常鮮的,絕對不是冰鮮貨 整個湯都有滿滿的鮮味 不知道第三口湯又是怎樣 來到第三口湯,為何上桌不是碗 其實是這樣的 那麽老婆就把這個湯裡面的材料拿出來 正當裡面湯的精華就拿進去烏這個花膠 去到第三口湯,這個花膠其實跟之前吃的那兩個都完全不同 剛才我們吃過有金龍椒,也有老花膠 來到這裡就會是一個比較年輕一點,嫩厚一點的花膠 無論它的口感和它的質地都完全不同 試試看 先說說質地 這個質地入口是非常膠的,有點張住嘴的感覺 但還是非常鮮 尤其是這個湯已經經過了之前的那一段時間 又有肉,又有蝦,又有海鮮在裡面 所以其實它的入口是充斥著一些海鮮的鮮味 還有這次的感覺是有一個非常獨特的香味在裡面 就是日本南瓜 日本南瓜和我們一般吃的南瓜是有些不同的 日本南瓜它的味道和香味都非常之好 它又帶有一些牛油的香味 它配合到那個花膠,入口就會有一個非常滑溜 creamy的感覺 我們試完這個第三口湯之後,其實還未完 我們要畫一個圓滿的句號 圓滿的句號是甚麼 就是甜品 來到甜品的部分,就是女生的滋愛 其實吃甜品之前,老闆就說要吃一個水果 因為可以清清我們的味蕾,然後品嘗這裏的甜品 今季老闆挑選了和歌山的甘,它是比較清甜的 真的不會很酸,帶一些真的清甜甜,又不會說很甜很甜的感覺 吃完這個水果之後,我們就試試這個 這個就是花膠糖水,裡面有甚麼呢? 其實它是用北海道3.6牛奶,也有主角花膠 還有原肉,還有鮮白盒,還有鮮白盒 嗯,這個很清甜 以前我都會在家製作花膠鮮奶,但完全不同 那種花膠鮮奶的感覺,是會吃到好像漿了 這個完全不會 其實花膠本身就是沒甚麼味道 而且它的成份都是差不多的 哪有不同呢?就是視乎你用甚麼配料 用甚麼煮法去處理它 如果大家喜歡吃花膠,又想品嘗不同種類的話 一定要來這裡 不過這裡是預約制的,而且位置比較少 大家要來的話,記得提租打電話來吧 關鍵